那那我们今天就赶快开始我们的 excuse me 赶快开始我们的这个新经销商培训 之前呢也许有朋友参加过 我们这一次的形式呢 弄得简简简了一下 比较简短 这样比较适合新朋友的吸收 好 那新经销商培训呢 它的英文的简称New Distributor Orientation NDO 开始之前也是稍微简短介绍一下 我叫安妮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 在这边也是杰斯的成员 所以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再一次全球连线 在这里我们一起接受培训 如何启动杰斯的这个生意 杰斯其实这个生意很简单 基本上只有两堂课你就会毕业 一堂课是OPP 就是这个事业说明会 不管你是一对一的形式 还是一个会议的形式 你接触到杰斯 甚至是一个online的webinar 网上的视频会 你接触到杰斯 这种都是属于一个事业说明会 你加入杰斯 那也许在尝试产品 你也许喜欢它的商机 那么你进来以后 当你肯定这个生意 你就想做 你就想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是 好你告诉我怎么做 我很认可杰斯 我想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启动这个生意 我少走弯路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培训 叫做ndo 所以每一个人呢 只需要学这两堂课 学会了 你就毕业了 毕业了之后 你再把这个内容反复的交给你的团队 和你的推荐人 每一个人都这样复制下去 这个生意就起来了 你说简单不简单 非常简单 那ndo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 这个心经销商培训 就是有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故事和定位 你为什么要做杰斯 这个为什么呢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决定 我们在杰斯里会走多远 还是说你只是做 哇我们这边的阳光很强 稍微挡一下 还是说你只想做一个杰斯的 你只想做一个杰斯的消费者 还是你想做他一个生意的经营者 等等 你的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好多时候大家一进来 也会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 在哪里找这个资料 在哪里找那个病症的一些反应 等等 这些反正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都是how 怎么做 但是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一你为什么要做 你是 你是想要一个时间自由 还是想要一个财富自由 你是想和家里人以后可以多花时间 可以到处去旅游 等等等等 你要把这个为什么挖的特别深 它深深的刻在你心里 因为好多时候在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我们说 yes肯定不会 所以这个为什么也是决定了 在我们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 遇到拒绝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第二天起来继续做 所以它就是永远是我们在这个生意里的一个推动力 包括好多时候我们刚开始加入 我们很有有很多的热情 我们做了做做做 结果呢就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们就变得心情又很低沉 不想出门 不愿意跟别人再提 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是还是要回到你的why 你为什么要做解释 那好多同仁也有分享过 这个why呢 它不是奢侈品 ok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是一个必需品 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是我们在杰斯事业这个事业里面的一个必需品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why 那也有举个例子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林宗阳老师 他呢在杰斯里面做了五年 做成了钻石 他当时的 他当时的这个why 他自己有分享过就是 我要 他当时的why就是说 我要光宗要祖 我出身贫寒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因为台湾是 包括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这样 很讲究光宗要祖 就是我要做出成绩 我要让我的家里人骄傲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 那当时他们在开市场的时候 也是很少有人知道 有的时候一个事业说明会 可能三五个人清清冷冷 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 他从来没有间断 最后呢 四年五年以后 他成为杰斯一颗闪亮的钻石 就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很强的一个why 那说到为什么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好多这个伙伴 也有有的去过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在杰斯市场上呢 过去几年发展得非常快 那马来西亚呢 当时包括现在也是 他们最开始成为钻石的几位领袖 好多都是单亲妈妈 OK 因为他当地的这个经济环境啊等等 他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所以当他们抓住杰斯的时候 哇 他真的是抓住不放 OK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抓住这个事业 我非要不可 所以就是这样 这股韧劲儿 最后他们都成为了杰斯的红宝 绿宝 成为了杰斯的钻石 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口号 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 爱是一种能力 意思是说 你能给 你说你爱你的父母 你能给他们什么 你能给他时间吗 你能给他什么样的生活 你说你爱你的孩子 当你的孩子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 私校 你有没有能力去支付他 你说你爱你的爱人 那你是不是每天忙着自己现在的事业 但是却不能和他有什么时间 所以就是说杰斯这个平台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最重要就是给了我们这种能力 时间上的自由和财富上的自由 我们可以带给家人 可以带给我们的朋友 所以就是说这个为什么 反复的讲 他要足够的深扎根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这样你才能 你才能走得远 有的时候 在我自己刚开始做杰斯的一段时间 刚开始开展 都有这样的经历 你认为最会做的朋友没有和你做 结果你打了一圈 走了一圈之后 刚开始没有多少人和你成为合作伙伴 那个时候我就坐在沙发上 我就在想 如果要是不做杰斯 我在想如果不做杰斯 我能做什么 OK 我还有什么比他更好的选择 那就继续我现在的工作 可是我不要 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杰斯 就是因为我要改变 所以我决定我咬着牙关 我也要继续往前走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那你也一样 你为什么要做杰斯 第二点就是 这个为什么足够强的时候 好多时候你的朋友 决定和你一起参与到杰斯里面 就是因为你的为什么触动了他 不是因为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白里卢春 也有这样的朋友 白里卢春好 是因为产品吸引他 但好多时候是因为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杰斯 真正的感动了他们 他愿意和你一起参与到这个事业当中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花一点时间 把我们自己的定位找准 知道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业 最后也是说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 好多时候都讲说有十年寒窗苦 十年寒窗苦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你能上学上了那么多年 考试有好有坏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就是很少有人会说中间间断 不去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也有一个目标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要去考大学 我想要上这个重点中学 我知道读书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出路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都能一直坚持到最后 就是因为心里是有一个为什么在这 第二个就是说使用产品 使用产品这点也很重要 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杰斯产品的代言人 我们去推广一样东西 当然我们不是主推这个产品 产品只是这个生意介绍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用过 你怎么跟别人说这样东西好 你没有一个亲身体验 当然你用的过程中 你也会发现一些变化 这些经验你也可以和别人分享 好多人买了东西之后自己不去用 回头就和别人讲 那其实这样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 而且呢使用产品 凡是在你年龄范围内你能接受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越广的去使用越好 多方位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产品 VitaCell啊这个眼霜啊护肤品啊 百里卢唇共不用讲了 你能承受的范围内你可以多范围的体验 这样你才能知道杰斯的产品有多好 你跟别人提的时候 好多时候你的这种 当你就是你自己是真心相信你用过 你知道你的这个说服力是发自内心的 是没有 就是不是说你从别人那里拿来抄来的 这个power这个力量 别人是能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一定要用产品 下一点讲到的就是设定目标和行动计划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无法到达任何地方 做杰斯和任何其他的生意和工作 其实这一点都是相同的 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我要到哪里 我要到达什么样的级别 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入 可能你不敢想刚开始 可能刚开始我左边零右边零的时候 你让我说我一个月赚两千三千一万 我简直不敢想 可是好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从你先想 你才能得到 OK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先要 这个世界才知道给你什么 你要都不敢要 他怎么给你呢 所以就是设定目标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多的钻石和这个杰斯里收入很高的这个总裁 都是把这个目标写到纸上 写到本子上 他们有的时候他和团队分享的时候 你能看到 我当时设定的目标 我现在达成 设定的目标我达成 就是因为你写下来了 这个动作很简单 好多时候越简单的事情 大家越不去做 但是就是这些简单的步骤 铸就了一个人成为钻石 设定目标 你写下来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收入 蓝宝是这个生意里很重要的一个职位 那么也许你现在如果不是蓝宝 好 可能8月31号 这就是你最大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拿到这6000美金的促销 你可以 如果你成为蓝宝 可以拿到这个 这个奖金 额外的奖金 还可以拿到这个 中国大陆的好多朋友 你还会拿到这些 你的订单 也会拿到一些额外的赠送的产品 所以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所以什么时候成为蓝宝 你的收入 你要达到多少 多少收入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你要有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 你的行动 因为你脑子里呢 下意识的一直有这个目标在催促你 你每天的这个行动 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不去计划它 你的行动也被你这个下意识的目标推动 OK 一直催促你会这样子往你的目标来靠拢 英文有一本书 叫做秘密 也讲的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 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 所以设定目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行动计划 你说我想三个月达成蓝宝 好 那要达到这一点 我接下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样的 你把它细分下来 我一天打五个电话 五到十个电话 然后我争取能拿到多少个预约 两到四个预约 那你当你去预约的时候 可能能拿到一个人签单 两个人签单 你要有一个这样具体的计划 你每天每天都这样做 如果你今天没做了 那你明天就要把今天的任务补上 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 这个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最后一定一定一定会有人 成为你的杰斯伙伴 我记得昨天开车的时候 我和先生在车上呢 我们俩就有这样一个讨论 我先生就说 哇这街上的这些人 如果你都是陌生人 如果你和一百个人谈杰斯 一定会有至少一个人 成为你的杰斯伙伴 你同意不同意 哇我一想 当然也有想过这样的情况以前 是真的 对就是说 其实杰斯这个事业根本就不难 它就是一个由量产生质 由质产生量 就是你要有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大量的撒网 你要大量的预约 你要大量的谈人 因为你在为你的生意打基础 你的合作伙伴也在打基础 所以你要有一个大量的行动 在背后推动你 你就是一个月崩 谈一个谈两个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起得来呢 因为你这个动作太慢了 行动太少了 所以就是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这是陌生人的更何况是你自己的这个朋友圈 如果你联系的足够多 就一定一定你闭着眼睛 这个是一个数字法则 一定会有人成为你的杰斯伙伴 那 那 英文里有一句话叫做 Win the day Win the week Win the month Win the year 最后是Win the life 当你完成了一天的计划 你一次一次完成了一周的计划 一周的计划完成了 达成了一个月的计划 好 一个月的计划达成一年的计划 你每一次都这样走 最后你就完成了你人生的计划 所以呢 都是由小到大 就是一口吃掉一个胖子是不可能的 谁也不可能 明天就成为钻石 每一位钻石总裁也都是从 每一天早上 按照自己的行动计划 拿起电话 打电话开始 或者是短信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方式 从上最基本的邀约第一步开始 每一天都是这样做 最后啊 他不看结果 他也成为钻石了 所以 所以好多时候呢 这个设定目标和付出行动 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 我理解大家刚开始加入的时候 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来学习 但同时你也要边学边做 要 真的是就这个 你再不敢 或者你没试过 还是怎样 你一定要把这一脚踩出去 失败了 不要紧 再来 所以 所以就是说 如果要是只是学 只是光说不练 不敢预约 也不去谈人 那这个事业是起不来的 所以行动计划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讲到 还有就是讲到 我们每一天 是对自己的行动 要有一个 在一个叫review 就是一个回头再 评估的一个步骤 你每一天结束 你可以看一下你今天 你的目标是打五个电话 那么预约谈几个人 你现在做到了什么 不断的要有一个这样给自己一个核对 要有一个核对 这样你才知道说 我有一天我没有达标 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你的行动没有 你的行动没有付出 所以好多时候 你列的目标 是我今天要谈几个人 结果你突然间很想去shopping 很想去购物 你跑去购物了 你很想去找别人吃饭 聊天 你就做别的事情了 所以你的行动 并没有和你指定的目标 match 和对上 所以你没有达到这样的结果 设定目标 行动计划 然后最后要每天对自己有一个审核 你错在哪里了 然后下一次再进步 下一点呢 就是列名单 列名单 这一步骤非常重要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名单 列名单这个步骤很重要 我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不想让你看得太清楚 上面好多名字 这里面就是我的这个生意的名单 OK 每个人都要这样做 拿一张白纸 把你认识的朋友 按照不同的范围划分啊等等 你要把它每一个人都写下来 好多人说 我知道都在我脑海里呢 我不需要写 也是这样 认为简单的事情就不去做 因为你不做 所以你产生的结果和别人就不一样 你仔细听每一位钻石的这个分享 每个人都会去列名单 为什么 那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了 每一位钻石都是踩着这几个台阶上的 那么我们就是这样照去照做 所以列名单这个动作很简单 每个人都要去做 把你能想到的 他说哎呀我不认识多少人 好那打开你的电话 你电话上有多少联系人 打开你的这个wechat 你的wechat上有多少联系人 那这些都是名单呀 对吧 那这个名单你也可以把它按成 ABC来分类 A就是你最容易交谈 你认为他也是最容易接受解释 比较有一个敞开的思维 B那他就是中等 C可能就是你 就是他可能是 是你最后要联系的一群人 那你联系的时候 也是可以从你的A 最open最敞开的这一组朋友当中 和他们来联系 列名单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名单是 这个名单是不会间断的 OK 今天好多成为双钻总裁的人 也依然还在列名单 因为这个名单是一直在增长的 你认为你都谈完了 然后你可能今天 你办事情遇到了这个人 你回来可以加到你的名单上 你明天做事情 碰到这个人 你可以加到你的名单上 所以你这个名单是 源源不断一直在涨的 所以你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大 那列名单很重要的 另外一点就是 他能帮你keep track 他能帮你 他能帮你就是 你知道你进行到哪一步 你这个人你今天联系了 他什么样的反应 你是否需要在接下来的跟踪 你可以在名单上标识下来 那当你今天你联系过好多人之后 你想说我今天不知道联系谁了 好 再把你的名单打开 每一位都过一遍 有谁也许上一个月你做了什么 那好 也许又到时间了 你要再和他联系一下 所以呢 就很清晰 明了任何人都拉不掉 所以列名单这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要真的把它写下来 我把这张纸呢 是一直戴在我身上 我有时候停车啊 或者是有的时候 我在等人呢 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打开这个名单看一下 哎 这个人我可以打个电话 我就拿起电话啊 三五分钟 我就可以做完一个跟踪的动作 所以不要小瞧这些每一个动作啊 就是这些细节一次一次一次 最终让好多朋友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下一步呢 讲的就是招募recruiting 在我们这个生意当中呢 招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这个生意呢 就是找合作伙伴 我们现在要打天下 我们要招兵买马 我要找和我一起能够认同这个事业的人 一起往前冲 所以招募是很关键的一步 这个呢 我们今天先不在这里详细的讲 包括如何邀约 ABC法则 到最后如何closing 如何签约 也是有它一些比较 就是经过大家实验 比较有效的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再分读 抽出一个时间讲招募的这一步 还有一个就是说参与系统 参与系统这个环节呢 非常重要 就是说公司有任何的会议 还是说地区有任何的会议 你们小组 你们这个家庭会议等等等等 我们要尽可能的参与到这个系统当中 因为每一次 团队旅的这个威廉姆老师 我记得他也每次讲过 好像有时候在说 有的这个队员会问到 杰斯的朋友会问到 这个OPP事业说明会 我已经听了三遍五遍了 我觉得我今天没有朋友 我可以不去 他说 威廉姆老师就提到过说 参与系统 你来OPP的一 第一个目的是 你有新朋友 你可以带他来 这个是招募新人的一步 第二 如果你没有新朋友 你也应该来 因为你在这个事业说明会上 你会听到不同人的见证 不同人的讲法 我们有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这个会员 来交替 来讲产品 讲商机 每一个人的讲法不同 也会有好多人 起来做见证 他是由于 他吃了某一款产品 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现在是怎样 那么这些资源 是相当相当宝贵的 你不认识的人 你也不可能去问他 你跑到他家 说 你是如何做杰斯的 你是有什么产品体验 那么你参加事业说明会 最短短的 四十几分钟 一个小时 你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听到最多人的见证 三个人 五个人 等等等等 这个就大量的收集了你的资源 用我的话讲 就是像锦囊一样 这些锦囊 你都会放在你的口袋里 当你今天谈这个人的时候 他有类似的情况 你就想到了之前这个人的经历 你就可以把这个故事拿出来 与他分享 讲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背景和这个杰斯会员很相像 他们都是做这个生意的 你就可以分享这一位伙伴 为什么有上市公司的老总 也会考虑杰斯 为什么有这个收入上几百万人民币的这个生意的老板 也会考虑杰斯 你如果没有亲自听到他们分享 亲自看到 他们告诉你他为什么选择 那你当时怎么和别人和你这样的朋友分享呢 所以就是参与系统包括最简单的事业说明会 我们大家有时间都应该去 OK 每一次去你都会对这个生意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理解 那么这个生意我们也需要和认同这个生意的一起的人 我们一起往前走 那么事业说明会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大家都是要做这个生意的人 所以这个环境本身也是让我们 sorry 也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这个mindset 每一次都调制调制过来 如果你这个星期你是有up and down 没关系 这个会议也会把我们又重新调制过来 放到最佳的状态 再继续接下来的工作 其实参与系统 杰斯是这样 你想想你现在上班 你们公司会不会开一些这个每天的早会啊 每一周的会啊 这个我们这个我自己所在的公司啊 他每一周都会有个会 然后呢每一年也有这样的年会 大型的年会啊 那他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也是起到一个鼓励激励大家的作用 所以参与系统从小的会议啊 到你们地区的会议 新经济商培训 网络的会议 有时间大家就要参与 ok 也是同样这样的道理 你越参与越参与 这些所有的信息在你脑海里最后就变成了你 就是你你你你不需要去背 但是你你下意识的你就能说出来啊 顺其就是非常自然 同时也加强了你的信心 那这点很重要 如果那公司也反复的强调啊 如果他在各个地区有他地区的会议 有杰斯大学啊 我们要来的有新加坡年会 11月份有北美的年会 大家如果可以都要来参加 那因为这个年会呢 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 好像心里总是在想 哎呀我还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要等我赚钱以后啊 我再花钱去开会 可是后来呢 我就是反应过来 我的这个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 同样所有的钻石 他们的分享当中你会听到 他们都是先参加了会议 他看到了 他听到了 他学到了 他回来以后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加油 然后他成为的钻石 通过自己的努力 OK 所以不是说 他闭着眼睛不听不看 然后什么都不去学习 然后最后成为钻石 不是这样的 OK 所以公司大会非常造就人 也非常改变人 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好多故事啊 因为这个人 他小的时候有过一个这样的经历 或者是他年轻的时候 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铸就了他几年以后 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有了什么样的成就 所以我们人的这个mindset 其实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啊 如果 如果你有一个就是 你有一个环境能够让你看到啊 真的是你全面的领略 杰斯公司的这个信息和系统 那好多去参加过年会的人 也说过 他说你可以看到杰斯在世界舞台上 是如何展现他自己啊 你看到杰斯方方面面的资源 他说这种力量和说服力 是你在任何地方 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你在有什么样的人一对一 坐在家里和你这样说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真的要你自己亲自到现场去看 真的啊 那公司花了好多钱在筹备这些年会上 所以是非常值得的啊 那那 那好多人就是说我基本上可以有这样一个保障 凡是你去参加年会的 你回来就一定会进阶啊 所以把参与系统参与到年会当中也作为一种投资 所以啊 好的 有的时候一算觉得费用贵啊等等 可是你算算看啊 你买一件衣服花了多少钱 你买一个包包花了多少钱啊 你随便吃去吃顿饭 你花了多少钱啊 那你现在杰斯是一个能给你带来百万收入的一个生意 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小小的投资 几千块钱买一张机票飞到那里 亲自去看三五天的时间 回来你看你会不会有变化 所以参与系统很重要 那反复的这样讲 我们都要去 因为这个杰斯的生意也是一个复制的生意 今天你不去 你怎么可能告诉你的团队说 哎 你们都要去啊 我不去 你们都去 不是这样的 所以都从我们自己做起 我们自己这一脚要迈出去 然后带动你的团队一起 参与系统呢 中国有一位钻石 他叫朱虹 好像也是中国当时大陆的第一位钻石 他是河南县城的 县城的一个银行的职员 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用他的话讲 他真的是没有 没有人脉 没有钱 他当时的环境真的是 太缺少资源了 但是呢 他看懂了杰斯 他20分钟决定我要这个生意 他也看懂了这个趋势 他也知道这个是能够改变他命运的一次机会 所以他狠狠地抓住 那当他分享的时候 他第一次是带了10个人到香港杰斯大学 他回来以后上了蓝宝 第二次是带了30个人 回来以后上了红宝 下一次是带了80个人 回来以后上了绿宝 但他现在已经是钻石总裁 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他说 我自己也不太会说 也不太会展示 但是我会借力 你把团队带到系统的时候 是公司在帮你培训 是公司在帮每一个人来建立你的信心 在给你全方位的知识和资讯 这个时候你们整个团队 你们都是一个起跑线的 你的团队也会非常容易带 所以就是我们要 真的是鼓励我们自己的团队 要想尽快地启动你的生意 那么大家都要去参加这个年会 当时你的这种信息 你可以回来转述 但是这个可能效果只有5% 你这95%非要你人亲自去补课 所以参与系统 对于运营这个生意 也是一个非常快捷的方式 因为它会让整个团队 我们变成一个起跑线 一起出发 那也是借力 让你带这个团队的时候 也会非常省力 好多人去参加完这个会议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说 不管我的推荐人做不做 杰斯这个生意我要定了 如果你团队的每一个人 都能说这句话 那么这个生意一定是能做得起来的 所以参与系统非常重要 那在刚才的这几点当中 参与系统也是花了个圈圈 就是告诉大家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要来的9月新加坡年会 我自己的签证也还在申请当中 希望到时候能和更多的杰斯伙伴 我们到时候在新加坡见 下一点就是说 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你说yes 这个一定要在你的预期当中 不是 有的人 有的人是先知先觉醒的 那就是说包括淘宝网的马园 发明电灯的爱迪生等等 这些人呢 他是在趋势来临之前 他可以创造趋势 他很敏感 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愿意尝试 这种人是很少数 百分之三 百分之十七的人是后知后觉醒的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跟我说这个产品好 那好 你先吃 我要看到你变年轻了 你变漂亮了 我在试 你今天跟我说这个生意 我可以赚钱 好 那我要看着你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拿到 这个一万美金的收入 十万美金的收入 你可以真的是坐在家里 拿钱的时候 哇 那我再加入你 好多人是后知后觉醒 那绝大多数人 百分之八十 我们叫不知不觉 就是你说什么 他都不相信 你说产品好 他说那还要医生干嘛 你说这个 你说这生意好 他说哇 都这么容易赚钱 那岂不是世界上就没有乞丐了 对吧 就没有人穷了 那其实我们在这生意当中 要寻找的就是这百分之二十 所以百分之八十 绝大多数人 他可能不会参与到这个我们生意当中 which is ok 是可以的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创业型的人 也并不是每一个人可能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环境下 他会想要这个生意 所以你不要 哎呀 觉得有的人没有做 很伤心啊 或者觉得他拒绝你啊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 他的拒绝是拒绝这个生意 并不是拒绝我们这个人 所以不要 don't take it personal 就是不要 不要把它归咎于是你自己 今天就换一个人跟他讲 他也还是拒绝 因为他就是 他只是针对事不针对人 所以这个大家不需要 好像感觉很伤心 所以这也一定要在你的预期范围内 他同意 好 他一定是这百分之三 好 他想再考虑考虑 也许他是百分之十七 那他完全不要 没关系 哦 那他就是百分之八十 我要寻找的是这百分之三和百分之十七 但好多时候呢 也要看 这个人现在说no 不代表他三个月六个月 一年以后还是no 你可以把它放到看台上 OK 你在下面跑 时不时的 你在和他有跟踪 还是有这个交流 也许那个时候 他就会加入你的团队当中 这有一些黄金原则 也是杰斯的一些领袖 这样和大家分享 就是那些人 你认为他会做的 他没 不会做 你认为他不会做的 哎 他却做了 那些你认为他能干的 他没干 你认为他不能干的 可能却给了你一个很大的惊喜 在任何机会面前都会有人做 有人不做 又怎么样呢 永远有一个人在等着你 在寻找机会 下一位 所以不要把目标锁定在某一个人身上 不是每个人都想创业 我觉得这些话呢 我每一次反复的看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 好多时候 大家就讲说我们不给别人做决定 不给别人算命 不是说你认为他行 他不行 你来决定 不是 而是说我们对所有人是平等的展现这个 展示这个机会给他 他要 他不要 是他的决定 OK 然后也会经常遇到说 你觉得这个人一定行 一定行 结果怎么样 可能你做了几个月 半年 一年 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加入你 那有的人你觉得他不行 你没有想到他会做 结果他就真的接受了 结果做的还特别出色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不是神仙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就是一视同仁 把这个机会和别人分享 要就要 不要就下一位 OK 永远记着有下一位人在等着你 所以不要在某一个人身上浪费时间 你今天如果你杰斯的生意 就一定是因为那个人 你才能做成和做不成 那你这个生意也是有问题的 OK 之前有一位 之前有一位这个 杰斯的总裁他就分享 他当时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那和他一起做了杰斯以后 哇那这个朋友呢 也是比较难带 那他后来说 哎我不做了 我有很多人脉 今天我不做 你一定 不会做成就到哪里 结果两年以后他成了钻石 哇那个人就说 哦看来我不做 你也还可以成为钻石 所以就是 今天这个生意 别人做不做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不要 OK你要不要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人不要 然后你也不干了 不要让别人偷走了你的梦想 别人做和不做并不能成就你什么 而是我们自己要不要 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些规律 所以我们就是闭上眼睛 闭着耳朵 就是一路往前冲 在这里举了一个被增学的例子 就是说到如果有两份工作 一份是给你一天支付一万元 然后一个月下来给你三十万 第二份工作是第一天我付你一分钱 第二天是每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你前一天收入的两倍 第二天付你两分 第三天四分八分 你会选择哪一种支付方式 选择有没有人选择第一种 一定有 那这两种方式究竟哪一个收入更多呢 给大家看这个数字 这第二种方式从第一天的一分钱 然后二分四分八分 最后的总收入是一千万 看到没有是一千万 就是刚开始他起步很慢 但是呢在这里能看到是在第21天的时候 他单天的收入才刚刚突破了一万块钱 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如果选择了这个收入 他前二十几天 三分之二过去了 他的收入都没有追赶到第一种方式的收入 第一种方式因为是一天一万块嘛 一天一万块 所以到第21天 他的这种收入才刚刚达到一天一万块的这个水准 但是从21天再往后的时候 你看 他的这个倍增效果就明显的展示出来了 所以呢在我们这种 在我们的这种行业和他这种制度下 也是有一个倍增学 这是一个倍增学的理论 倍增学就像 就像众里一样的 今天你抓住一个苹果 你一松手苹果就落地 你相信不相信这都是一个事实 所以倍增学也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这做在这做 你可能觉得我刚开始付出了好多时间 我没看到有多少大钱进来 对啊 这就对了 如果你刚开始做 马上就看到一百万的收入 那就不是杰斯这个生意了 所以你要接受这个生意就是这样运作的 刚开始你看不到什么大钱 但是越往后 越往后这个倍增收入上来的时候 你挡都挡不住 你挡都挡不住 所以就是好多领袖都和这样 大家和大家分享啊 杰斯就是说我们要做成一个钻石 一般人是要两到三年 甚至四到五年的时间 那么刚开始的这起步阶段 尤其是第一年第二年 你就是在打基础的阶段 就是埋头苦干啊 就是浴血奋战 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听起来很感动 就是每一天和团队里的伙伴一起 谈人预约一个接一个 然后谈的不成 我们回头反复再这个总结 然后再谈再总结再谈 哇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和伙伴们 就是打拼在一起啊 其实这个有时候我想想看 这个回忆有一天我们回忆起来 也很珍贵 但创业 你想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没有任何捷径 OK 那那也有好多人 他是觉得哇 那他只看到了眼前 他没有看到以后 那么他就拿不到以后的百万的收入 马来西亚有一位总裁 那他在做第一年的收入 第一年的时候收入可能就 当时是说不到两万块美金 不到两万美金 他全世界这样的飞 然后又到处谈人 又花了费用 这个钱远远不够 就是都不够他消费的这个费用 但是怎么样 到第二年年底 37万美金的总收入 两年的总收入是37万美金 但第一年都不到两万美金 就是当你第一年 你肯花这个时间 然后肯这个骨头 肯这个市场啊 每一天这样去打去打 你第二年再往后的时候 这个效果一定会起得来 这个就是倍增法则 倍增法则 所以每一次当你看到 哎呀我这个收入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你可以提醒自己 我还在这前21天 OK 你要坚持 所以这就讲到了我们下一点 就是坚持 任何事情要是不坚持都很难成功 做我们自己做地产这个行业啊 好多人 我们这里也有几百万的这种 就是地产行业的精英 如果没有这个不断和客户的跟踪啊 有不断的这个坚持 在这行业里默爬滚打 他们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收入 好多人市场好的时候进来 市场不好的时候跳出去 那这样的人也是最容易被市场遗忘的 他也达不到这样的这个百万收入 在杰斯这个行业里也是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啊 当你看 当你看见这个收入的时候 就不叫坚持了啊 是个人都会呆在里面 哎我拿钱了呀 坚持就是说 这个信心就是说 在你没拿到这个收入 在你的事业没起来的时候 你愿意每一天继续这样做 这就是坚持 所以坚持特别重要 那像举刚才的这个例子啊 这位马来西亚的总裁如果他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他两年三年以后的收入 他就不会在第一年那样坚持 所以当然坚持的动力也是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儿 你知道这是一个爬坡的过程 所以你会继续 那最后呢这几个小点就是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个是机会导向 机会导向就是讲到说我们在和别人分享这个杰斯生意的时候 我们尽量都是从机会来介入 哎这是一个机会啊 我在寻找寻找合伙人 那产品只是这一整个杰斯生意里的一部分 当你从产品介入的时候呢 你找到的好多都只是消费者 OK 他只是也许他买买东西他用用 但是呢想让他从消费者转变过来这个过程 这个时间就要很长 那你生意起步的就很慢 所以呢我们多数都是从机会导向介入 那么他不想做这个声音 但他也听到了产品 也许他就会自动降到第二个档 他就可以从尝试产品开始 所以我们叫机会导向 第二个就是越简单越好 当你摸准了自己的这一套方法 什么适合你 预约签约 预约就是谈人签约 还有就是每一天打电话啊等等 这个方式呢没有什么太多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武功秘笈啊 好多人其实一直都问钻石 你为什么做成钻石 你怎么做的等等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秘密 就是因为他做了 就是因为我们好多人说五到十个电话 但是钻石的这一种态呢 他们每天真的是这样做 我们没有做到这收入的 就是因为我们只是这样想 没有做 所以好多事情越简单越容易复制 越容易被别人传递下去 在这个生意里啊 就越好做 所以我们做这个生意也是这样 讲故事 讲别人的故事 讲自己的 哦这个字写错了 讲自己的故事 就是说 这个生意也是一个讲故事的生意 太多技术性的指标 技术性的东西 其实 嗯 别人可以知道 但并不会打动他 你知道每一个人是自己有一个触动 一定是有一个触动 他才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做这个生意 那触动他的是什么 所以刚开始你做的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经历 我们可以讲别人的故事 啊 别人的故事 当我们自己做了一段时间 你经历了好多 你也可以讲自己的故事 当然你永远可以和别人分享 你为什么 第一 那一天你听到解释的时候 你决定要做解释 是什么改变了你 那你的这个why 你都可以和别人分享 下一点 别人说no 是对事 不对人 要认可 这不是每个人的生意 这一点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说对于拒绝要有一个平常心态 这个是正常的 马云当时创建淘宝网 阿里巴巴的时候 他在这个硅谷遇到了多少 这个投资人的拒绝 我忘记了这个数字 我记得好像是四十几次 如果他因为别人的no 就不做这个事业了 那么今天他也成就不了 这个互联网的这一番事业 所以每一个想做事的人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杰斯这个生意模式 因为这些是一个创新 是很新的 是现在这个市场上没有的 所以大家是没有听过的 他从无到有 那他能不能接受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 每一个人的接受度不同 所以大家要认可 这个是一个 不是每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加入我们的生意当中 最后一个就讲的是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 我们想要 我觉得我自己是从两方面看 一 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我愿意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他会影响我 OK 所以今天有负面的人 我通通屏蔽掉 OK 你认可不认可 这是你的事情 我要我就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 我们自己想带出什么样的团队 也与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 今天我想要让 你希望让你的团队以后 都成为很能干 都成为黑马 你希望左边找到一个黑马 右边找到一个黑马 那么你自己是不是一匹黑马 你有没有这股干劲 你才能决定你能不能吸引他们来 所以我说 在我们周围的朋友还不是杰斯伙伴的 好多人我相信以后都是杰斯的一个未来的钻石 但是这个钻石今天 你能不能把它吸引来 这就要看你自己 你自己有多认可这个生意 所以 again 这个吸引力法则也在秘密那本书有提到 Secret 就讲到说 这个宇宙其实是很公平的 你要什么 他就会 你要什么 你把这个要你要的东西你说出来 你写出来 这个宇宙就会给你 他会根据你要的东西把资源分配给你 很神奇的 但是呢 好多经历 其实当你回顾过来都是这样子形成的 这就是这个吸引力法则 那今天就给所有上线的朋友布置一个作业 那最后你要找到你的推荐人 找到你的团队 你们可以一起来坐下来 就是一 你如果还没有制定目标 你要写下来 OK 写下来之后 让你的推荐人拿着 他做你的监督人 OK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你一旦说出来了 哇 你心里就有压力了 你写出来了 你给别人看到了 你就有压力了 列名单 如果你没有做 你要马上做 还有就是参加公司下一次会议 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公司的年会 你能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好多人都说参加年会 一定会让你在事业上有一个巨大的腾飞 那么就试一下 看看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都有机会参加下一次这样的会议 最后呢 今天的这个NDO就是 就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就说到我们杰斯一个家 我们是一个团队 一个大家庭 一个杰斯 以上讲到的这几点呢 大家可以回去再反复的看 其实我觉得都不难 当你有了知道一个很强的why 你为什么要做杰斯的时候 你的行动计划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好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祝大家有一个国内的朋友 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那我们海外的朋友 要开始你这个全新的一天 我们下一次视频会的时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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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